最近在高雄的左營綠園道 有一個不鏽鋼的溜滑梯 高四公尺是超級夯 小朋友假日都來搶玩 雖然有公告只限 七到十二歲小朋友來玩 但是假日現場 我們實際直擊是迴歸一箱框 連大人都爬上去 如今好像上演兒童版的 搶姑畫面 我們來了 從四公尺高的地方 快速留下小朋友超興奮 為了想溜滑梯 得先挑戰攀爬網 小朋友太高了 小朋友一步一步往上踩 暴多人潮 目測早已超過告示牌寫的 人數二十五人的限制 卻不見有人把關 你跟我先上去 好難打 有點太多 二十五個真的太多了 十幾個就差不多了 我們就沒有讓小孩子去玩 他們上次我玩 下也不太好下 這位媽媽怕孩子被人踩到 也擔心攀爬網 間隔大摔下來可不得了 不敢讓寶貝玩 而這位弟弟等不及 冒險爬斜桿 違規舉動一羅框 明明規定七到十二歲才可以玩 但仔細瞧 穿著黑色衣服的叔叔 白衣服的阿姨 汗灰褲子的媽媽 通通也站上攀爬網 就怕孩子不會玩 高雄水利局打造左營綠園道 共榮市游戲廠引進國外符合歐盟規範的郵劇 美式一裝卻因為使用者忽略規定 渡蜂孩子真先恐後想攻頂 這畫面讓人聯想到橫唇搶孤 只說是兒童版 為了避免遊戲時受傷 連貌似水管的溜滑梯上都寫著 使用時請家長陪同 呼籲民眾別只想搶快玩 遊戲前請先看看使用說明 記者 留恩發 許崇文高雄報導